前太阳汉将隔空为阿里扎打与防针告诫,加盟太阳后,你难免沮丧,阿里扎离开火箭加盟太阳,这其实并不让人意外,因为作为一个老将,在NBA征战这么多年,从来还没有拿到一份过千万的合同,现在太阳提供了,而西部现在的局势,火箭要得得总冠军也不是简单的事,但是杜德利谈到阿里扎,可能没有在太阳会很不习惯 但太阳的输球,作为上赛季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,阿里扎所在的火箭在哈登保罗的带领下打得顺风顺水,而反观太阳,输球却是尝试,近日,前太阳前锋贾里德·杜德利在ESPN著名记者握神的节目中,为阿里扎提前打了预防针,太阳还在成长,输球在所难免,而你习惯赢球,在新赛季,你也许会感到很沮丧, 杜德利认为太阳还是太年轻,对于未来还是不是很确定,但是作为阿里扎这样的老将,难免会觉得未来很模糊 杜德利说道,我很开心太阳,今年摘得状元秀德安格列艾顿,不可进步也是非常大,但是他们毕竟很年轻,对于比赛的掌控度还比较深疏 但是你可以确定的是,他们的未来是光明的,但是像阿里扎这样的老将,就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了,因为难免会沮丧,阿里扎是个优秀的球员,在NBA这么多年来兢兢业业,祝福她之后一切都好吧 谢谢大家